我们看到在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的看台上 有球迷打出了标语 这比赛当时的主教练还是高红波 加入了合肥体育中心体育场的比赛场地 中部里连续三场热出赛 前面的两场比赛在呼和浩特1比2输给了乌兹贝克斯坦 在攻体是0比2输给了荷兰 今天的门将是12号龚小峰 两中位是4号赵鹏和6号冯小婷 左后位12号郑睁睁 右后位19号周云 双后腰是17号刘健和11号秦升 打前腰的是8号王永破 20号于汉超和26号吴磊分居在左右边缝的位置上 顶在中锋位置上的是22号于大宝 到这个点他就能够钻过来 往往你认为他可能这一下出脚不会这么快 他往往就能够捅到球 这是中队一个机会 小峰哥瑞克好球 对方的后卫赶回来抢先出脚 把球从余汉超的脚底下捅走了 这是一个脚球 东队的脚球开起来 投球顶下出门 还有机会 原路23号帕姆帕克在无人盯防的情况之下 想要直接凌空抽射 这球如果让他抽中部位的话 估计门家很难办 但是泰克队的进攻这整体性就很强 他平时进攻的套路看来演练的很熟 在外围再打门 球进了 比赛的第16分钟 泰国队7号阿南在外围用右脚内侧 推出了一个漂亮的弧线 这个球钻进了大门的死角 只有三个人 其他的防守球员都在原地的看着 没有上去对对方构成实质性的逼抢和干扰 结果对方敲出来 阿南的周围也没有任何防守球员上来干扰他 以至于阿南这个球踢的比他训练时候 完成了一次射门还要轻松 泰国队1比0领先 前面的两名泰国队队员都越位 没有船而是自己往前一蹚 还在带 这一次带的太多了 泰国队一个后叉上的进攻 这球并不越位进了进区 中国队只有三个人在防守 其他的防守球员一直没有往回退 中国队在这次防守当中体现出来的不是战术问题 而是心理上的问题 对方的三个人的进攻 中国队只有三个队员在进区内防守 但是目前我们看只有三个队员在往回跑 其他的队员都在原地的观看 这样的作战的意志是让人感到沮丧的 我们看到直到对方进球 进区里边的防守球员人数才增到了四个 但是完全都不在位置上 这第二个球 丰富 他都不是一个真正的 有责任感的人 孙可 孙可这球传的不错 比大宝 孙马球停下来 有机会 再一扣 摔倒了 摔倒了 主裁判 判罚点球 给了太队队的中后卫五号倒沙旺一张黄牌 这一扣 让对方的后卫五号倒沙旺是下意识的伸出了手 作为后卫 在禁区里边被缓过之后 他下意识的就会伸手去拉拽进攻队员 余拉宝也很聪明 哈泰拉塔纳公也是经验非常丰富 他不断的在用心理战来干扰王永珀的节奏 这个球没有问题 王永珀的 王永珀是看到对方门将哈泰拉塔纳公再往外出 然后挡了一下 等到对方的重心发生 带上来的是一种教练员布置着战斗的这种信号 外围突然起脚 这球打得比较正 布文马坦把球掉进来 投球一蹭 这个球太阳队进攻队员是越位 中队在撤下首发的两名后腰之后 现在场上是打的单后腰 7号赵修志一个单后腰 王永珀是前腰 这球管系的不错 于汉超 直接传中 后天有机会 敲到中路 太队队防守出现了一片混乱 太阳队的反击 三个人 其他的队就已经不往上前插 中队这次断球之后又被对方抢了下来 中路空了 对方打门 这次中队的中路防守被对方的9号克莱松 很轻松的突破 当然了 第一原因是因为中队在中路出现的防守上 空档没有去盯他 让球停到了克莱松的脚下 等到球停到脚下 就是因为中路盯人不紧 没有人在看着这个9号克莱松 等他球停好了之后 后卫已经是没有办法 后卫处于被动了 太队队又进一球 比分变成了3比1 其实这个时候 中队队的情况在好转 当然了中队的好转是进攻方面给了对方压力 足球比赛是一个攻守平衡的这样的游戏 如果你的进攻加强的话 势必 你的代价就是削弱了防守 因为中队现在是单后腰 只有赵旭日一个人 他的表现是有目共睹的 他们并不是没有能力 而中超联赛 现在在一些球队的这个战斗力表现 我们先来看泰国队这次进攻 中国队队愤力地把球就追了回来 中超的几支俱乐部的表现 应该是要整体上强过国家队 打门球又进了 这个球让对方进的有些太轻松了 比分变成了4比1 比赛的第61分钟 泰国队外围起脚远射 刚才这是中队的7号赵旭日 在中场穿球出现的失误 给了对方一个射门的机会 结果对方外围的这脚打门 似乎速度并不太快 却直接洞穿了我们的防守 穿越了门将耿晓峰的食指观 4比1 我们的足球强迫的球队 却在场上表现出来了 如此的作战意志 镜头对准卡马乔 我们再找卡马乔 卡马乔去找谁呢 高林 投球一点 杨旭这是个机会 杨旭准备射门的时候 对方对他有一个身体上的干扰 这个后卫很聪明 又没有犯规 虽然不在位 但是他回来之后 很聪明的这么一拱 干扰了杨旭的射门 是对方的27号索克汉母 这个球对方没有越位 马苏克打门 马苏克是浪费了一个绝佳的机会 这个球推了一个 边后卫身后的内部的空刀 推了一个直线 对边后卫来讲 这个球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前面传球队员没有受到干扰 边后卫的位置根本站不住 马苏克浪费了一个绝佳的射门机会 几乎是个空门了 丢为止 基本上现在是无法称之为一个团队 看这球 打门 门将把球扑出来 解围 球还没有出界 球点下来 进去里边 要去再传 打门 这一脚放了高射炮 24号狼针 这个球有冲撞门将的嫌疑 但是 台部队三个人 中队后边只有两个人防守 唐健敲过去 打门 中国队的后卫在门线上挡出来 再射门 球进了无比 87分钟 无比 刚才中国队其他队员已经不往回追了 只有留在最后面的一个后卫和一个往回追的队员 13号 孙可 两个人在防守 刚才这个球 中国队只有两个人在回防 其他的队员已经跑不回来了 孙可追回来 第一时间挡住对方射向空门的球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对方的捕射实在是无能为力 球迷开始把矛头对准中国队的主帅卡马桥 下克之声 响彻合肥体育中心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